我的天哪,这网约车怎么活呀 一个上午早高峰从七点到九点 两个小时,整个早高峰才跑了四单 而且都是特惠,都是轻快 我还加入轻快了,都是那种超级年价的单 两个小时四单,一个小时两单 一个早上,一个高峰期过去了 到现在为止才四十七块钱,看一下 一个早高峰过去了 我的天哪,这怎么活呀 到现在为止只跑了一个充电的钱 这车租一天一百五 这得到什么时候啊,这还远远达不到啊 冰山一角都还达不到啊 再说一天一毛钱不挣 车租都没挣到,还亏死 唉 这是要 把我往事一挣啊 先睡一会吧 昨天晚上只睡了三个小时,睡在车里面 昨天跑到征城区这边来了,一直没有当回去 所以我一直都待在这边,还睡在车里面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一点多了 今天早上七点钟就开工了嘛 昨天晚上我睡在这个车里面的 呃,今天呢就出来的早一点 到现在一直都还没吃东西 早饭都还没吃一口 早餐都没有吃啊 现在趁在这里充电的时间 刚好这里有一个卖快餐的 吃饭快餐吧 出来跑车就是这样 你吃饭时间你根本就说不准 如果说运气好一点 你就能搞一点 运气不好 啊,屁都没有 饭都不要吃了 七点钟出来的 跑了五点四块六个小时 一共出来可能是六个小时 只接了十单 啊,一直都没下线 呃,流水才两百零九 哎呀,再累得要死 还搞这么点钱 把车租一百五减掉 现在在这里充电 四五十块钱减掉 那又是零了 太难了 出来跑车 把胃都搞烂了 是跑到天河这边了 天河区 刚刚在那个广州台那边 单子是挺多的 全是特惠 全是起步驾 年纪大了 拉车拉到驼背后 就不准别人再叫他骆驼翔子了 人们都翔子翔子叫着 没有人知道他姓什么 叫什么名字 翔子死了 被人谈论了几天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但就是因为今天开业 美成是很大的牌子 香港美成 在店里面卖 这些东西 对呀 这是高端月饼 不是你们买的那种 对,它是米其林大师 你看,你们六星的 在我们三十阳当初卖的 很好的 非常好的一款月饼 卖的Top1的月饼 就是它,美成你 高端月饼 这上面有字了 香港美成 看一下 它是黑松路 六星懒黄月饼 全国销量第一 这有证明的 马上不是中究节了吗 他们卖的月饼叫美成月饼 宣称是香港大品牌 高端货 高端不能再高端的 高端月饼 实际上只是广东的 一个小厂房在身上 说难听点就是小作坊 并且只是注册在香港 在香港没有任何一家门店 然后宣称是香港大品牌 高端月饼 我估计旁边曾志伟 都有点懵 我演了一辈的戏 都没你两兄弟这么会演 香港高端月饼 我只听过美心月饼 他这是明显欺负家人 没见过世民 还有都是谁在买 这些人我觉得都是活该 不知道他们卖了多少 有毒有害商品吗 儿童鞋有毒物质超标200倍 毒害儿童最大恶极 事后没有赔偿 没有道歉 还有菜肉事件 狗都不吃的东西 他卖给家人们 事后也没有赔偿 也没有道歉 太多了 平台不让说 你们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这也是他们不敢赔的原因之一 因为坏事做太多了 赔不起 还有大家现实生活中 遇到支持三个保护动物的 这种人一定要远离 你把内地的月饼 卖着内地 说是香港的月饼 偏偏说 香港的人买不到 是吧 你那个就是那些的月饼 是不是 偏偏说是香港的 我的买 你只要你够 不行的 兄弟 哪个大愿重 买了这个香港美城的月饼 看看 还真的是香港美城 还有这下面一个 下面还有一个 打开就是破的 打开它就是这样子 就是破的 然后 两盒99块钱 我实话是说 我自己拍了30多张 你给他们看一下 我家里面的人都买了 因为美心除了好吃 除了贵 真的没有什么别的缺点了 确实贵 这在香港卖了300多块钱 有一个大主播是卖298 卖的都卖爆了 你现在可以去官方期间店看 这有很多假货 不要拿100多块钱 对一下 看我买的 美心又买了20盒 58006 这个买了6盒 1780 这个又买了10份 2828 这个买了12份 3466 哇 谢谢师傅今天的贡献 259 上车 比亚迪在今年上半年 收入达到3000多亿的情况下 终于选择了善待员工 二年的中秋礼品 是两块月饼和两罐可乐 今年换成了两块月饼 和一袋西梅汁一行王老吉 有人说东西没变 错 大错特错 包装不一样了 你没发现吗 之前是红色塑料袋 这次换成了纸质里孩 要不然怎么对得起上半年136亿的盈利 不得有人戳你几两骨 出国打工真的是未来年轻人唯一的一个出路了 因为现在资源是高度整合的状态 不管各行各业 因为信息太发达了 也就造成了它的集中垄断 就我们普通人想翻身是会越来越难的 你会发现很多这种创业的项目 各方面 你小个人个体的小店铺 想赚钱的概率非常非常难了 而且现在这个房租也好 各种人也好 就成本是非常大的 你像我们普通家庭出来 你基本上家里也帮不上什么东西 那我们想创业 牛马一样的干个三五年 攒了司机20个 就去创业 这已经算是非常低的一个费用了 甚至稍微像样一点的 你光店面租金加装修可能就二三十个以上 就你没有个五十个 你都基本上没有一个像样的创业项目了 而且现在这个实体经济啊 创业死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按我目前了解来看 就是说普通人 你想收入达到小康以上 基本上只有出国的 我现在没办法了 今天必须还我 我没办法了 我还在一起 我现在也没有 我也困难啊 我求你了 我给你下跪 还钱 还钱 还我钱 还我钱 你不要拉着我 我还在一起 也要做手术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欠我三十万 我现在只要二十万 我给你拖掉了 还钱 我再拿了 开店没我想的那么简单 特别是水果 很多人都想看我怎么亏钱 怎么还不倒闭 你们赢了 你有病 这家店4月27号开业 那个时候加盟了豆豆果业 在线上流量的加持下 第一个月做了七十万营业额 非常可观的数据 说明了一个问题 这个位置还不错 上线很高 只是碰到了我这个小白 这么高的营业额 我也没赚到钱 因为豆豆果业供给我的货 又差又贵 做过水果的人都知道 水果的保质期只有三天 不新鲜就不好卖 不好卖我就不敢进货 死循环 后面雨豆豆果业烙掰了 自己接手 信心满满 结果 这个店前前后后几十个下去了 帮买个经验 感觉三十岁之后 找不良网公司工作也太难找了 如果不是一直很稳定的在工作的话 再突然去找工作 就真的好感好感 感觉三十几岁现在已经被 时代抛弃了 刚去面试了一个又失败了 不知道该做什么 好不回之前出来自己开宠物店创业了 就是如果能一直在那边上班的话 现在自己还挺好的 但自己因为有一些些的那个小梦想 然后结果出来的时候 现在再想回去也回去不了了 因为发现现在越过街越没有人 你看中秋节了 反而没人了 这都快四点了 到现在营业额才五百三十七 这五百多米的营业额够干啥的 今年的人是真少 也可能是我们 也可能给我们这个地方有关系 我们这个地方属于旅游城市 都回家过中秋节了 所以没人了 这个大街上前所未有的安静啊 你看这个大街上 别说行人了 车辆都很少 刚才中秋节是别想了 等着国庆节吧 今年是真不好干 老铁一个字难搞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城市最大的一个市场 你看现在变成这样了 人也不知道去哪里呢 这个市场怎么做都不知道 这是我的店 看一下 根本就坚持不下去了 两个月都是这样的 出来打工那天 父亲就对我说 端人管 受人管 吃人饭 看人脸 自古以来 钱都不是那么好 真的 不是让你做点罪 就是让你受点气 没钱 先做事 有钱 在做人 人坚强 我是一个二三级的毕业生 从毕业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 我经历了很多事情 就现在整个人已经麻木了 从进入一家高兴的企业 然后被迫辞退 接着我经历了两段感情的失败 然后到现在 已经真正半年没有工作 认识我下去呢 我去 买汤了 我现在买了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由于 之前很多不顺的经历导致我 超前就对 现在差不多 背负了有 三四万块钱的债 这是半年失业的时间里 我真的 过得非常颓废 整个人每天都待在 出租屋里边 骗家里人说我去了外地工作 其实我还在本地 还在本地够活着 没敢跟他们说实话 甚至白胎也没跟他们说 他们现在还以为我在 第一家企业干得很好 我生活得还不错 但其实我现在过得很惨 你说咱这社保还要不要交了 怎么了呢 延迟退休政策下来了 你不知道吗 男的到63岁 女的到55岁才能退 缴费年限从最低的15年 上调至20年 礼拜里每个人 损失了近小几十万呢 想想这80后也实在是太难了 老铁们真是绝望了 我现在是 昨天晚上我上夜班了 然后刷到抖音了 沸沸扬扬都在说 社保改革了 现在的就是 以我的年龄 我要推迟 18个月退休啊 那原本呢 我是50岁退的 那现在我要延迟了 本来我今年是 11月份的时候 我满47岁啊 那我还在想着 还有三年了 我再熬三年 我就可以退休了 然后现在我的社保呢 还有13个月 还没有交满15年了 那你想想 我现在还要交够 51岁多啊 也就是说51岁多一点 我才能够退了 现在是 哎 想想 现在工作的这么难找啊 啊 你说还要延迟退休 不知道到时能不能退休了 真的 我都有点绝望啊 然后今年 刚刚过来这里上班嘛 那中秋呢 肯定是 礼物肯定是没有了 月饼肯定是没有了 那得到的是这么个消息 新挖凉挖凉 我自己要出的话 我是1193.8 我将近1200块钱一个月 那如果还要退迟 18个月退休啊 那我还得多交啊 一年零六个月啊 一年半啊 那真的是很悲催了 不知道怎么熬了 我现在的是不交也不行啊 因为我现在毕竟呢 离退休也就这么三四年时间了 本来是三年多一点点啊 现在就是搞到差不多是四年多 快五年时间才能退休了 真的有点绝望啊 网友们 你们还继续交吗 我现在是进退两难了 我只能交了 计划生育有你 毕业不包分配有你 取消福利分房有你 买最贵的楼有你 鼓励生多几件有你 延迟退休都有你 有你真好 你们知道今天大家最关心的话题里面 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吗 最可怕的就是咱们的年龄 没有出现在年龄对照表里 也就是说二十年后啊 乾坤未定 你我皆是牛马 最好的结果呢 就是往后延三年 所以我们八五后的这些人 有多惨你知道啊 发展的红利是一口没吃到 90后的坑呢 一个也没躲掉 刚出生就赶上了计划生育 上学的时候呢 又开始收费了 毕业了呢 也不包分配了 等上了班企业也不分房子了 好不容易攒了几年前 想自己买 赶上了房价报仇 现在房价跌了 工作的时间长了 真的是买最贵的房 上最久的班 所以如果你身边 还有八五后的朋友 请多多关照他吧 十多岁的退休公务员 一个月退休金将近三万块钱 你没有听错 是不是一年你辛辛苦苦 打工都赚不到的钱 但是呢 一个退休公务员 轻轻松松就能领得到 不光能领到退休金 还能领到补助 每个月一千多 各种各样的补贴都能领到 这是不是让你感觉特别心酸 特别扎心 网上也是议论纷纷 保贬不一 最让人感觉的就是不公平 百姓没有说理的地方 老百姓那些退休金 微乎其微 不值得一提 人家跳广场舞 一套衣服都不够 那一百多块钱的退休金 领人家去超市里边 买两斤牛肉都不到 真的是没法比 相差甚远 一个七十多岁的退休公务员 能领这么高的工资 让很多研究生 博士生都感觉特别的不可思议 研究生 博士生奋斗了几十年 一个月也拿不到这么高的工资 被一个退休公务员干掉 被一个退休公务员拿掉 这可能呢 是大家感觉不可思议的 现在一些退休的国家干部 退休的那些公务员 有可能拿到呢 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只是我们老百姓不知道 现在 为什么中国的社保 要比英国德国还要贵 中国的社保啊 竟然比那些发达国家还要高 意大利的费率是39.69%啊 全世界第三高 也就是说工人月薪一万 每个月要缴3969的社保 第二个就是匈牙利 第一个是法国 那中国的社保有多高呢 按照今年啊 北京的社保 38.7%的比例 在全世界来名 第五啊 甚至要比英国 法国 美国 那些高福利的发达国家 都要高 导致的结果就是啊 在中国创业 你的用工成本 也是发达国家级别的 你招一个月薪一万的工人 每个月啊 实际要支出 一万两千八十二块钱 工人他自己还得缴纳一千多块钱 这还没算上公积金 老是有人说啊 人家英国 德国 发达国家 社会福利好 生活水平高 但事实上 在社保费率这一块 咱们缴的钱啊 比他们还多 我一句劝吧 不要缴社保 真的没用 不缴社保呢 你会得到很多好处 你会受益终身 别人有社保 老了以后 有退休金 可以出去旅游啊 享受生活的时候 你不要去 因为你没有退休金啊 你还可以在家打工啊 在家挣钱啊 这样显得你很年轻 很能干 活到老可以干到老 而当你子女进行相亲的时候呢 你的孩子也可以非常骄傲 自豪的说 我的爸妈都没有退休金 老了呢 都需要我养 你看我的家庭多好啊 你看我多孝顺呢 放心吧 姑娘嫁给我吧 嫁给我 我们一起养我的父母 你不交社保 老了以后啊 咱们就往儿子家住 往儿子家一跑 没钱呢 就管儿子要 不用考虑儿子的感受 谁让他是咱儿子呢 是吧 也不用让你孩子交社保 告诉你的孩子 交社保没有用 有钱就花 没钱再挣 不用想老了的事 那咱们还不一定 活到多大岁数呢 现在这食品质量安全 活到60就不错了 你要万一 活到80 那就当你点呗 捡几年破烂也能活 凑合活呗 交社保真没用 可千万别交 有退休金呢 也太闹心了 还要每个月呢 去求工资 还要每个月呀 想着这个钱 花不完咋整 还得想着 把钱存起来 子女不会花呀 再给子女补点 多少人和我一样 是挺脚社保了的 当时决定出来 吃了工作 家人们就苦口婆心的 跟我说 社保千万不能断脚啊 实在不行 咱们继续帮你交上也行啊 我是学工科的 喜欢观察数据来做决定 首先呢 能活过70岁的概率 是44% 也就是说 大概率 我是活不到这个岁数的 可能都没有命 享受这个养老 而且现在退休年纪 不断推迟 我都不敢想 我那个时候 是不是得到70岁 才能退休了 再就是 现在的小病 自己能好 大病呢 有重大疾病险 这个医疗对我来说 也没啥用 再就是 社保的机制 就是用现在 年轻人的劳动力 养现在的老人 再看看 现在的人口出生率 我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 能不能养得动 我们这一大帮子人了 事业单位 八个月不发工资 你敢相信吗 这条视频发出来 我觉得我可能会被优化 如果被当地的人 刷到的话 但是我还是想说点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 全部的文明奖 全部取消了 然后已经 很多单位已经 从过年到现在 没有发工资 这就 这让普通人怎么生活吗 现在外面大街上 就还在 就去年的时候 还在不停地换路灯 我就想说那路灯不能用吗 干嘛要换新的 然后就修了一个 特别小的高架桥 为什么要修那个桥 就底下的桥 不能走吗 就在国民经济都很不好的情况下 你还这样 对还有那个道牙 路边的那个道牙 不停地换 这不能用吗 为什么要换呀 我就感觉 劳民伤财的东西 为什么 难道底层人民的这种辛苦 这种艰辛 你当领导的都看不到吗 真是令人想不到啊 铁饭碗也有困难的时候 向来被视作为铁饭碗的单位 竟也出现了 发不出工资的状况 近期呢 有众多来自体制内的客户 前男找我办理工薪贷 据他们所言啊 当前地方债务形势极为严峻 许多单位今年的口号 即使保三振六 确保连续三个月发放工资 力争连续六个月发放工资 这一情形呢 是否让你大为震惊 垫覆了你的观念呢 不是常说铁饭碗的一大特色 就是稳定吗 为何如今连工资都无法正常发放的呢 当然了 即便属尽艰难了 受死的骆驼比马还是大的 虽说工资效绩发放有些困难了 但是他们的公积金和社保并不会中断 这也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与余地 毕竟呢 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同样是普通人 也需要吃饭养家 倘若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工资发放 他们又该如何维持生活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前天呢 看到了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发的一个文 意思是说 如果说我的房屋被摩执台风给损坏了 是可以经过街道办的乡村政府的认定后 是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 提取住房公积金来进行修缮的 于是呢 我就想着我们这边因为没有街道办 只有居委会 我昨天就给居委会打了个电话 结果居委会的人告诉我说 他们虽然收到这个文 但是他们并不确定是该由他们来操作这个事 还是由郑政府 他们没有收到任何的其他的通知 他说我应该打电话给郑政府 于是呢 我今天又打电话给了郑政府专门管公积金的那个部门 完了呢 人家怎么说呢 人家说他们也是收到这个文 但是呢 并没有具体的指导办法 就是说除了发了这个文 就没有其他的一个具体操作的一个措施给他们 就是像我们这种情况到底是由谁来主导 然后认定的标准是什么 然后怎么去操作这个事 具体的指导办法 操作办法他们都没有收到 所以说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 我只好又打了电话给12345 然后给他反映了这个情况 但我上午差不多11点钟打过去的 刚刚呢12345给我回话了 但是呢 我很生气 因为他们开始踢皮球 那个话务员说 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明确表示 这个房屋认定的工作跟他们无关 要我去找当地政府 然后当地政府呢 他也不管这个事 因为他说我们没有拿到认定标准 和落地执行的方案 措施 我们也做不了 然后我跟华务员说 那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 到底是省政府还是市政府在主导 他说是市政府 我说那你能不能给市政府反馈一下 让他们尽快出一个落地的方案 结果华务员说 现在太忙 只能等 我说要等多久 他说不知道 其实我也能理解 现在真的很忙 大家都在心脏 大家都在救灾 还有很多地方缺水 少电 路也不通 可是理解归理解 但我们也是受害者呀 我们也想回家呀 我们也想尽快的把房子修好 带着一家人 重新回家呀 对吧 然后 现在经济大环境这么不好 还有很多 失业在家的人 大家的钱也都不是大功瓜来的 突然多了这么一大笔开销 每个人心里都在滴血 每个家庭心里都在滴血 都是要累进裤腰袋的 我们家可能还好一点 因为损失不是太大 但对于那种窗户也没了 家里的家具家电都飞走了的那种家庭 你说他们不急着修处修复房屋吗 不急着把房子修好了入住吗 但是这确实是一大笔开销 我们也很希望说 我们能用自己缴纳的这部分住房公积金 来给自己救一下机 这笔钱不是政府的对吧 是我们自己缴进去的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急用的时候 让你提取出来又何必这么困难 我觉得说 你即便现在没有办法 对吧来做什么认定 因为人手也不够 时间也不够 有那么多房子都被锁坏了 但你至少可以出一个 事后认定的一个方案 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照片 还有此时清单这样子的提供这些证明 对吧 在你们都忙完以后 然后呢 我们的房子呢 也修好以后 我们再来提供这些证据给你们 证明给你们 再来做住房公积金提取 作为对家庭收入的一个补偿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呀 总不可能为了等你们 出那个认定的标准 跟落地的方案 我们就房子也不修 家具家地也不买 然后一家人都在外面漂泊 流离 住不回来 对吧 不可能这样子啊 可是12345的华务员呢 也是表示说 现在政府顾不上 让我们慢慢等 所以今天就是想吐槽一下 想用自己的钱 来修自己的房子 居然还挺难 感谢观看 这里没的打开 这垃圾堆到门这里来了 天呐 打开门了 以前的原来就是网络里面的 研究于生活呀 这里刚刚才堆满了 天呐 刚才这里面全满了 哇塞 哇塞怎么 他怎么做的 他一个女孩子做啊 听说是一个女孩子 不知道哦 天呐 这个这里还能做人呢 那家还吃了垃圾饭呢 5年没了垃圾 5年 5年啊 5年 听他们说5年的垃圾 天呐 他阳台都出不去啊 出不去都是这样 都买了 他故意的吧 不知道啊 故意故意 哎呀 这家店的老板真嘎儿 这家店干起来 这买的没的好 啥人家 深圳房东真是设计天才啊 今天看个查光 地铁 MBC的E户型 进门 嘎嘎心的装修位而扑边来 咱们先看这个A户型哈 是个单肩 直瞳的一眼看到头 这个厨台开放是厕所蹲坑的 还能放得下个沙发 回家就躺平 这个A户型租金2300大洋 隔壁一墙之隔就是B户型 这套大小跟他哥哥A户型差不多哈 沙发没了厨房 挪到了房子里 主打一个空间极限利用 这小阳台晒个衣服凑合 厕所是蹲坑的两面磨砂玻璃窗 这比户型租金便宜点2200大洋 我们现在去看个住卧C户型 晚上回家要注意这门槛哈 这C户型进来感觉宽敞不少啊 这还放得下个双人沙发 开放是厨台和小小的蹲坑厕所 收纳柜子打了不少啊 这C户型租金是2300大洋 C户型隔壁紧挨着就是D户型 这个隔成了一房一厅升级了哈 这房间进来感觉比客厅还大哈 去看看厨房厕所 这个客厅比较小巧紧凑 湖台是开放式的 厕所是蹲坑长条形的比较狭小 一户型一房一厅租金三千五百大洋 太好看个一户型大哥大 一进门看到这空间这配置就不简单 双人沙发单人沙发都添置了 这卧室部分就紧凑一些了 厨房有个玻璃门隔开 这厕所稍微大了点了 但还是蹲坑 外面的大窗台可以晾晒衣服 这套最大最贵的租金是三千八百大洋 这可听风格有点偏向商务风啊 这样的BCDE户型这价格 大家说房东改造后每个月能赚多少 好 好 好